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看轻工剧 尤其是女孩子 对轻工剧里的后宫非常感兴趣 尤其是对清朝皇后和妃子们的穿戴 以及装饰品都非常喜欢 但很多女孩子会问 清朝妃子们为什么手上总是戴着长支甲套 她是用来做什么的 写负责任的历史 做有深度的普及 大家好 我是七七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在宫中 即便是皇帝也得尊崇祖宗定下的规矩 不敢随便乱来 比如皇帝每天五点就得早早起床 去给皇太后请安 之后简单的吃一些早餐 便要去上早朝 后宫中上到皇后下到妃子们 也都没有闲着 每天要起来很早 皇帝上早朝他们则在后宫学习一些礼仪和规矩 要知道清朝的服装大多数都很单调 基本上都是身色为主 清朝的服装基本上有行服、吉服、朝服、常服 皇帝通常穿着吉服 就是黄色的龙袖 一般人们的穿戴一般就是圆领宽松的袍子 袍子上绣着牡丹或者凤凰 不过最让很多年轻人奇怪的是 不管是皇后还是妃子们手上都戴着尖锐的指甲套 这指甲套是做什么用的 在很多电影中 皇后或者妃子们遇到有人要杀他们 他们居然能用手上的指甲套还击 锋利的指甲套扎紧人的身体 就会对敌人造成伤害 那这么说来 后宫的皇后和妃子们 手指上戴着的指甲套 是用来防身用的 但据很多专家们说 这些指甲套并不是为了防身用的 而是为了美观 女人都愿意打扮 在古代百姓家中的女孩 都会打扮一下自己在出门 更别说是皇后和妃子了 她们自然能享受到最好的待遇 以及象征着皇权的尊贵 指甲套和班纸一样 都是满足贵族们的象征 再者戴上指甲套 就证明她是上层人 上层人可以不用从事任何劳动 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而下层人只能靠着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才能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 戴上指甲套 证明自己早就脱离了下层人的阶级 彰显出皇家的气派 当然啊 别看戴上了指甲套 就是最尊贵的人了 后宫中啊 皇后手指上的指甲套 和妃子手指上戴着的指甲套 等级还不同 地位越高啊 手指上的指甲套 镶嵌的宝物越多 比如呢 皇后手指上的指甲套 就镶嵌着金银 珍珠 翡翠等 而指甲套还有一个用途 那就是让皇帝能分辨出妃子们的身份 要知道后宫是为皇帝服务的 皇帝呢掌握着天下 后宫也不例外 尽管呢 皇帝每天晚上都会翻牌 要妃子们侍寝 但有时候呢 却记不住侍寝的妃子 晚上翻牌很多都是走一个过场 所以皇后和妃子们的指甲套 颜色也不同 皇帝呢 完全能够分辨出来 在封建社会 不管是穿戴 还是身上的装饰品的价值 取决于这个人的身份高低 宫廷中更是如此 别看后宫都是女人们的天下 她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幸 也是争风吃醋 皇帝为了宫廷 所以后宫们手上的指甲套 不管是颜色还是装饰品 都有所不同 目的呢 就是为了方便平衡后宫 那么关于清朝妃子 为何总是戴着长指甲套这件事 你是怎么看的呢 让我们在评论区一起进行探讨吧 这里是雪原同历史课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私信我 每时每刻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